这里是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下午6点 工人们下班后成群结队地回家 一路有说有笑 有人手上还提着从食堂打包的饭菜 这一幕是中国企业在许多非洲国家落地生根的真实写照 《环球时报》赴非洲特派记者 日前奔赴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采访 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 加速了当地工业化发展 创造了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 中非职业教育点燃了非洲年轻人的梦想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 路边有不少美发店、电器店、超市、服装店 街头弥漫着炸鱼的香气 29岁的古托阿布加·乔治租住的房子就在这里 乔治的家里干净整洁、安全舒适、油水有电 在当地算得上是中上水平 乔治曾在一家当地企业工作三年 2021年跳槽到一家中国公司 负责设备运营和维护 我认为了一家公司 现在我可以做几个东西 包括保持维护 我可以用一个电脑鱼的 我可以安装鱼的机器 当他们训练你 如果你们做出错误 我们说 他们不是在你 他们只是说你应该做这、这、这 这里的房租是每月120美元 约合864元人民币 乔治没有透露自己的具体收入 但他不仅可以负担一家三口的日常支出 还有结余 他心中的梦想是 在40岁之前开一家自己的公司 把在中国公司收获的知识分享给当地人 大家齐心协力 帮助肯尼亚乃至非洲其他国家发展 从乔治家步行几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他的同事 牛顿米利姆租住的地方 那里两室一厅 设有独位 房租也是120美元 牛顿告诉我们 以前他家很穷 亲戚生病都是找公司帮忙付账 受中国同事的影响 他开始有了财务规划 他也开始不再抗拒加班 他告诉我们 在中国公司工作 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也积累了实践经验 我认为我认为 我从他们提供了解释 他们可以与中国工程师 他们是愿意分享的知识 他们对他们分享的知识 所以我从他们学习了很多 其实我不能只工作在工程中 但我可以工作在各种程度上 牛顿说 他喜欢在网上追踪关于中国的动向 移动支付 共享单车等新技术 都让他为之着迷 他计划在40岁前 开一家工程机械类的公司 帮助更多非洲年轻人参与中非合作 用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 也改变国家的命运 同样是在肯尼亚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策划发起的 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 涉及机械加工 图目工程 手机APP开发等项目 特点是先培训后比赛 选手们在参赛过程中锤炼技能 大多能在赛后获得很好的就业机会 和稳定收入 截至目前 已有来自非洲10个国家的 1292人次 接受技能培训并参赛 其中18人 获得中航国际资助的中国留学机会 在肯尼亚科技大学校园里的 一处实习车间 乌干达代表队的队长 阿里科特·菲斯告诉我们 近年来他亲眼看到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 在他的家乌干达参与建设 促进了当地就业 我想确保你 从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已经学习 现在已经两周 我们已经学习 这是第三周 我们已经学习 在第一天 当我们有开启祭 他们告诉我们 最好的三个学生 将在中国的最好的学生 将在中国的最好的学生 最好的学生 最好的三个学生 将会赚到很多资料 所以这个 鼓励了学生 要有志愿 学习 所有人都要赢 他们必须赢 来自内蒙古 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 梁振威 今年7月 专程赶赴肯尼亚 为本届参赛选手培训 以前一说来非洲 很远 一来了 也就那样 因为我们是内蒙古 内蒙古 比如我们内蒙古去南方 其实也挺远 感觉他们也很认识 真的很认识 你中午没来 你中午来 他们吃完饭 都不休息 非常努力 早上早早地就来了 就坐在那儿 等你开始说完一些问题 问题啊或者什么 他们就开始来着夹工 然后都不休息 梁振威说 据他观察 即使最终 没能去成中国 没能在中期找到工作 很多参赛选手 通过参加培训 也能成为行业佼佼者 而在千里之外的 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地斯亚贝巴 在我们来到埃塞联邦 职业技术培训学院的那天 正赶上当地的高中生 刚刚结束高考 上周文科生 这周理科生 今天是 现在是最后一门 他们就各自回各自学校 你看 他们都穿着不同的校服 虽然正值暑期 但在这座校园里的鲁班工房 两名学生正在操作台上练习 两人都是鲁班工房的应届毕业生 即将在一家中国企业开始工作 教师江江告诉我们 这家鲁班工房 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与埃塞联邦职业技术培训学院 共同建立 于2021年4月接牌起运 被非盟总部确立为 面向整个非洲国家的 高素质技能人才培训中心 尤纳斯阿姆萨鲁 是埃塞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他告诉我们 尽管学校设有可编程控制器 积淀一体化等课程 但在鲁班工房落成前 没有充足的实训设备 大三那年 尤纳斯利用业余时间 开始在鲁班工房学习 让所学知识得到实践训练 在我们采访时 埃塞俄比亚多勒士兵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薛光 刚好向鲁班工房送来感谢信 他告诉我们 公司今年直接招聘了尤纳斯等7名学生 这些学生素质很高 熟悉生产流程后 可以去管理二三十名当地员工 鲁班工房培养的学生 有的学会了中文 更容易理解中国公司的思路 中国非洲研究院经济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杨宝荣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非合作实现规模化体系化 中国可以完整输出贯通上中下游的产业链 在顶层设计生产加工 资源开发人才培养等领域形成一个整体 立足于非洲的实际情况 按照非洲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进行布局 影响非洲发展的中国和非洲普遍认为的一个问题是 人才瓶颈和基础设施瓶颈 其实它不是单一的我建一个厂 而是中国规模性产业链的输出 贸易等级增长的同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杨宝蓉说 非洲年轻人见证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认可了中国的发展理念 虽说受人以于教会的只是个人 但只要这些人回到群体当中 展示和传播新技术 自然会带动更多人参与到高速发展中来 对于国家来说你必须要完成积累 无论是资金的积累还是技术的积累消化吸收 就像我们讲一个竹子这个是吧 钱可能多长时间都是一天涨不了意义 但是当你积累够的话 你这个技术和资金积累够 你的产业就会快速的这个有扩散效应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必要 那么这也是中国的经验吧 对于非洲年轻人心中燃起的梦想 杨宝蓉说 年轻人强烈的参与感 说明非洲已经启动产业升级 经济有了活力 更多年轻人燃起梦想 有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愿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中非合作的示范和传播成效开始凸显 很多人他能在这个参与中国公司 这种项目的合作过程中 也是一种文化的认知 你自己没钱又想进步 那你肯定得加班加点 如果相比经济合作带来的变化 我觉得观念的变化 才是更重要的 感谢观看